仅仅使用杯子和小玩具 您就可以帮助您的孩子学习位置词 您可以要求自己的孩子将玩具放在不同的位置 例如您可以说将大象放在玻璃杯上 或者将大象放在玻璃杯旁 或者将其放在玻璃杯前面 您可以使用其他任何方位词 例如下面,后面,或者里面 让孩子把玩具放在不同的位置 对孩子来说也很有趣 您可以使用任何可能让孩子觉得好玩的物体 来做到这一点 这个游戏可以帮助孩子学习方位词 您可以做到这种游戏 所以您可以找到这种游戏 的游戏